新北幼儿园群聚暗收进板桥社区 近400名住户被迫清空撤离 全部入住集中检疫所 如今却有住户控诉 有的检疫所就算直住一天 都是煎熬 房间内没有特殊装潢 有的是不牢固的铁床 一旁文账架 像结了点滴架 住户怒批 这根本就像病床 实在很晦气 原来有住户被送到宜兰检疫所 不止房间简陋 枕头泛黄 床上还不满虫湿 屋内没有衣柜 就有神秀衣架 可以使用极检行军风 竟要在这待14天又过刻苦 废弃了均匀改建的检疫所 房间都是很简陋 床看起来也是非常的难睡 被送到那边也是很生气 因为还要在那边被关14天 如何的去分配 就是按照当时空房的状况 去做分配 有的住户无奈被迫走行军风 也有人隔离前被通知会 入住旅馆室的检疫所 实际上却住进宿舍改建的检疫所 发现第一个没有床单 然后再加上床很硬 那个弹簧是很硬的 就顶着你的骨头那样子 其实是非常不舒服 比如说桌子啊柜子上啊 或是衣柜里确实都还是有回 还蛮不愉快的 遇到这种环境 没比较没伤害 但一笔才知道 隔离环境真的天壤之别 仔细看住户住的 士林检疫所 空间狭小 只有简陋床包 没有床单 但社区的隔壁邻居 住的度假会观检疫所 双床房 空间大 浴室有干事分离 甚至房内还提供小冰箱 明明是同一层楼 板桥社区的邻居 隔离命运却大不同 加上这几天台风天 似乎检疫所的餐食 也受到影响 有住户局户吃的 比监狱寿行人还差 住户被迫离家 已经够无奈 如今检疫所 天余地的等级之差 越比越心酸 记得张妹子吴俊韦 采访不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